同样的黄色球服搭配短裤蓝白拖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双手上铐走下球车 四天内两度遭检方借题 虽然体态无明显变化 但神情却多了几分沧桑 柯文哲的王牌律师 郑生元 以及陆正义随后也抵达北检 一如往常对于案情三间其口 尤其是现在检联又有新突破 说关键的USB柯文哲以及陈佩琪 还在银行租了两个保险箱 里头存放大量现金 但是否与金华城案有关人有待理清 柯文哲说到今年三次月 还出到金华城 我们几率发百分之五相信吗 布置北检东起来进行连证书 也是动作平脾 几天约谈秘密证人 包括前台北市副市长林青州 前秘书长李德全 以及前都发局长林中明 因为他们三人当时对于金华城 提高容积率都是持反对意见 并且警示过柯文哲金华城 有土力嫌疑 对金华城有什么要说的 另外木科夹账案 也仍然持续调查当中 12号三度传唤会计师端木正出庭 雷先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与金华城是否有关 1500到底有没有相关的金流 或者是海外资产 或者是虚拟货币 这部分也是北检 未来再查查 有没有对价性 是否构成违背职务 收费罪重罪的法律要件 非常重要的一环 现在比对金流 是检察官的首要任务 只是柯文哲 身险五大弊案 恐怕也让他的律师蜡烛 两头烧 近期有最后报道